309暗示 5.皮皮鲁被逮捕了 整座京城都惊动了 惊人们纷纷涌上街头 追捕绑架了赛路的罪犯 皮皮鲁拼命逃 惊人们在后边紧紧的追赶 惊人们跑不快 渐渐的被皮皮鲁甩远了 皮皮鲁看见路旁一座大楼的门开着 就一头钻进去 大楼的大厅金壁辉煌 几十根粗大的金柱子 注立在大厅里 皮皮鲁躲在一根金柱子后边 看着门外 追赶皮皮鲁的惊人们跑过去了 皮皮鲁松了口气 他刚想回头看一下这座楼房 一双大手卡住了他的脖子 皮皮鲁使劲转过头 啊 是一个他从来没见过的人 一个和自己一样有血有肉的人 怎么 金城里除了他和妹妹外 还有别的外来人 是什么人 从哪进来的 309暗室难道还有别的出口 这一个和疑问 像闪电一样在皮皮鲁的脑海出现 他使劲挣扎着身体 别动 再动 我掐死你 陌生人恶狠狠地威胁皮皮鲁 皮皮鲁不动啊 陌生人松开了手 皮皮鲁出了一口长气 你是谁 皮皮鲁小声问 金蝎子 初次见面 交个朋友 金蝎子伸出手 金蝎子 皮皮鲁身子打了个哆嗦 多可怕的名字 但他还是伸出手 从金蝎子握了握 你从哪进来的 皮皮鲁问 嘿嘿 就从你家进来的 金蝎子笑笑说 从我家 皮皮鲁吃了一惊 还得感谢你 把我带到这个好地方来呢 金蝎子得意地 把他跟踪皮皮鲁兄妹的经过 讲了一遍 皮皮鲁后悔莫及 自己真是太大意了 在我前面 还进来了一个大人 是谁 金蝎子突然问 还有一个大人 皮皮鲁又大吃一惊 你不知道 皮皮鲁摇摇头 一定也是来找金子的 不能让他先出去 要干掉他 金蝎子觉得 这座金城 应该属于他一个人 皮皮鲁想到现在这座金城 和居民们非常危险 这危险是他皮皮鲁带来的 怎么办呢 皮皮鲁一定要想到一个 保护金人的办法 如果你愿意 这座金城咱俩平分 你一半 我一半 怎么样 金蝎子说 是你绑架了赛路 皮皮鲁恍然大悟 什么赛路 金蝎子不明白 就是一个金人 是我绑架的 金蝎子冷笑了一下说 我要把他先带出去 就凭他一个人 我就能当上百万富翁 我看这样吧 以掩护 我先把金人带出去 然后回来接应你 金蝎子知道 外边到处都是金人 他想利用皮皮鲁 把金人们引开 他好带着赛路逃出去 等出去以后 他把暗示的门反锁 没几天 皮皮鲁他们就会饿死 要知道 金城里没有人吃的食物 到那时候 整座金库 就是他金蝎子一个人的了 你把赛路藏在哪了 皮皮鲁一眼就看出了 金蝎子的诡计 他想先探听到金蝎子 把赛路藏在什么地方 然后去报告金人们 金蝎子眼睛一转 指了指前面说 就藏在路边那座小房子里 你一会儿往相反方向跑 把金人们引开 我去那里把赛路带走 行 现在就行动 皮皮鲁冲到大街上 朝有金人的方向跑去 他要去报告 赛路被关在那座小房子里 金蝎子看见皮皮鲁上当了 暗暗高兴 他悄悄溜出了大楼 朝藏着赛路的地方跑去 皮皮鲁老远就看见了赛克 上气不接下气的跑上去说 赛克 赛克 我知道你妹妹被关在哪了 金人们正在到处追捕皮皮鲁兄妹 捡他自己送上门来 正要抓他 被赛克制止了 我妹妹关在哪儿 赛克问 皮皮鲁直直远处 说 在一座小房子里 我带你们去 金人跟着皮皮鲁 涌进金蝎子说的那间小房子 把所有的地方都找过了 也没见到赛路的影子 赛路呢 赛克和金人们都嚷起来 好啊 你在骗我们 这 皮皮鲁明白自己上当了 抓住他 他是个骗子 从门口传来一个声音 皮皮鲁扭头一看 是金蝎子 原来 金蝎子利用皮皮鲁引开金人们后 就带着赛路准备逃离金城 可是 由于他进来时匆忙紧张 没有注意有暗道的那棵金树的特点 现在 他找不到出口了 金蝎子想了想 断定皮皮鲁和他妹妹知道出口在哪 所以 金蝎子决定先出卖皮皮鲁 然后去找鲁西西 拿救出品皮鲁为条件 让鲁西西告诉他出口在什么地方 你是谁 赛克问金蝎子 我和他是一伙的 是专门来绑架你们金人的 是他先绑架了赛路 他有意把你们引开 让我和赛路先跑 可我实在不忍心把赛路带走 金蝎子一片真情的说 金人们愤怒了 他们涌上来 把皮皮鲁抓住了 他在胡说 赛路是他绑架的 皮皮鲁急了 把他俩都带到黄金国王那儿去 赛克说 皮皮鲁和金蝎子被押进了王宫 金蝎子告诉黄金国王 是皮皮鲁骗他来金城绑架金人 你们为什么要绑架我们的居民 站在黄金国王边上的白金亲王 感兴趣的问 金子值钱呢 在我们那儿 这么一点金子就值好多好多钱 金蝎子伸出一个小拇指 另一只手指着小拇指的指甲说 那一个金人值多少钱呢 白金亲王问 值 值 值一座城市 金蝎子说 金人们都吃了一惊 他们不知道自己有这么高的价值 你快把赛路交出来 黄金国王对皮皮鲁大声说 我不知道赛路被他藏在哪儿 皮皮鲁说 把他关起来 白金亲王下令 黄金国王命令白金亲王负责寻找赛路 让金蝎子担任助手 金蝎子得意极了 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皮皮鲁被关起来了 这点火机 毫无法盖 黑金蝎子撤